20年模一件 二代接班面临哪些挑战 2017年您推行了台达20年来最大的一次组织的变化 10年销量稳居第一 台达如何自我革新 转型升起 台达在研发方面每一年投入多少 节能 环保 爱地球 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渐行 后面的5年要再想办法节三喜 这就很困难了 中国经营者专访台达集团首席执行官 郑平 精彩不容错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所 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家企业成立 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在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市场的多变 产业的更迭 如今它已经成长成为了全球在电脑 电信 消费类电子以及通信网络当中的 世界级的领导厂商 让我们来欢迎本期的嘉宾 台达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郑平先生 欢迎郑总 大家好 郑平 台达集团创始人郑崇华长子 台达集团于1971年成立于中国台湾 是全球第一的电脑电源厂商 平均每两台服务器 每三台电脑就有一台使用台达电源 1988年 郑平加入台达集团 担任制造部组长一职 一路从基层做起 直至2010年出任台达中国区总裁 2012年担任台达集团首席执行官 2017年 台达集团营收84.71亿美元 市值超百亿美元 同时我们要欢迎本期的两位 特约观察员 欢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瑞蒙教授 欢迎您 大家好 同时我们要欢迎 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 卢永斌先生 也欢迎卢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郑总是一名创二代 台达集团是1971年 郑总的父亲郑中华先生 也是在台湾非常得高望重的 一位企业家创立的 您是在2012年 开始担任台达的执行长 但是我看到这个媒体 习惯将2017年 成为您全面执掌的第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您推行了台达 20年来最大的一次组织的变革 为什么要去推行这样一次 20年来最大规模的组织变革 我是1988年加入台达 那其实从基层一路做上来 那98年我调到大陆来 然后负责大陆地区的工厂 所有的operation 08年我调回台湾 就是到总部这边 那个时候我们 其实08年09年 那时候我们碰到整个 全球的这个金融危机 那台达40年来 大概第一次业绩衰退 那我们也检视整个这个 大的环境 就是客户的状况不好 那我们原来的这个 Biz Model 我们做的这些东西 大概都跟IT领域相关的 这些产品 尤其是店员的产品 那市占率都很高 所以在看整个企业 后续的发展要怎么走 那我们集合了各个大区的 这些高阶主管 然后最后谈出来 我们就要往自己的这个品牌 还有Season Solution 这个走 因为我们在要做ODM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力都在 我们的事业单位 他们独立性非常的高 那可是做品牌 或者做Season Solution 它就要把大家合起来 合起来要一起合作 整合成这个系统架构 所以其实整个的能力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可能原来的台达 更像是一个 这个产品型的公司 那接下来呢 要成为一个综合的 解决方案的这样的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对于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 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调整 是 所以郑老师 您的这个整个组织的 发展的过程非常有意思 因为一般整个企业 在做变革的时候 先做组织改革 然后再来落实 它要完成的一个目标 但您的这个企业的组织变化 是先让他们有了一些 实质上的一个能力 或东西或产出 然后再反过来说 那组织需要改革 我们再来进行 更好的一个整合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呢 就跟一般的组织变革 原来ODM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碰到的问题是 后面成长受限 其实每个所谓的事业单位 他们都还蛮赚钱的 可是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扩张 或者持续的投资 可是后面公司要持续成长 它没有办法靠这个个别的产品 这个持续成长 所以其实之前这边 我们真正在做的 就是把corporate的能力 把它整准备好 我们成立了这个corporate research 那其实很难的是 新的或者比较小的单位 要去整合大的单位的产品 所以在真正都要准备到 某一个程度了 然后才做一个 比较大的组织变革 我觉得在这个组织架构 转型过程当中 肯定会动到一些人的奶酪 对不对 在动人家奶酪的时候 您是怎么做的 我想我算是比较幸运 就是09年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不成长 所以企业本身 就有一些危机意识 我们的所谓事业单位 这些模范生 他们也碰到困难 所以我想要做改革 要做这些变革 它就是要先有问题 那大家只要有 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那你有另外的一些想法 或者有一些解决的方式 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们最早就成立了 一个所谓的 Corporate的NBD 就由Corporate这边出钱 来support一些新的事业单位 Corporate要先做示范 否则你要花BU的钱 它已经不成长了 你要叫它拿钱出来投资 然后很多短期内没有回收 那它不愿意 所以Corporate必须要站出来 先投资 然后不会影响到它们的绩效 等到做得差不多了 比如说做到水溢两平了 再交给它 它就愿意拿过去 就愿意把它合起来一起做 听下来还是蛮顺利的 我觉得算是很幸运的 不过也花了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慢慢地走过来 我想这个台达为中国的 很多制造业企业 做了一个很好的 转型的一个事办 转型之后 郑平面临怎样的挑战 有危机的地方要先处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台达如何应对 那这一次的中美贸易 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我们会重新来调整 我们的制造的这一段 中国经营者 专访台达集团首席执行官 郑平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台达集团首席执行官郑平 2017年 郑平带领台达展开了企业 成立20年来 规模最大的组织改革 将台达业务模块重新分为 电源及零组件 自动化 基础设施三大事业群 那现在的对于台达来说 目前三个主要的业务板块 他们在整个台达的营收当中 目前的占比是多少 在台达理想的状态当中 他们三个的占比 又应该是多少 现在我们在电源零组件这一块 大概还有50% 50%的这个比例 那在自动化 这边大概是20% 然后在基础设施这边 是30% 那我们去年的营收在7点多个Billion 美金 70多亿美金 对 那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占比 50% 20% 30% 是比较理想的吗 还是您觉得应该有 第一个我们要持续成长 我们自己企业内有定出一个目标 至少要有两位数的成长 就是要有10%持续 好 然后这个希望这三块 能够慢慢地能够balance 能够有三只脚 这个平均地这个来发展 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 应该这个电源这块 现在您放的精力会比较少一点 自动化和基础设施 是您接下来要主要的 这个精力所放的 要去推动成长的板块 是 电源那边其实他们蛮成熟的 他们持续就是在精进这些技术 我们后面最重要的几个领域 电动汽车 工业自动化 楼宇自动化 然后直通讯 还有微电网 这是我们五个要发展 后续会大量资源的地方 那台达其实是一个业务 遍布全球的企业了 目前大陆的这个营收的贡献 占到整个台达的业务 板块有百分之多少 我们在大陆这边的 这个整个的生产这边 大概占了整个集团的 80个percent生产 如果是内销的话 大概占整个集团的15个percent 15个percent 对 所以大部分还是外销 那这一次的中美贸易 会不会对于影响 会啊 那台达电目前的一个对应措施 大概是走哪几个方向 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我们最近有对外 有announce一个并购 就是我们并购一个 泰达的上市公司 那它的制造在泰国 在斯洛伐克 在印度 所以这个并购如果能够在年底 或者明年初完成的话 我们会重新来调整 我们的制造的这一端 可能它原来是为了市场占有 那现在可能先要解决 这个短期的这个问题 有危机的地方要先处理 就这一块 瑞文教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再进一步的点评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怎么在你的地域上布局来应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通过两个产品的大家互换 对不对 那可以更好的节约成本 而且这同时在中美贸易的上面 看似是一个要面对的 应急措施处理 但是同时间因为走泰国 走斯洛伐克 一带一路的这条线 同时又开了一个窗 让它作为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机会 机会 是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内部的调整 非常的非常有智慧 那这个台达从92年来到大陆 对接下来在整个大陆市场的 一个增长的一个潜力 台达是怎么来预期的呢 大陆的市场发展得非常快速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 投入更多的行销的人 还有这些技术服务的人 然后希望在内销的市场里面 能够有更高的这个占有率 但是在大陆一定会有很多的 这个企业 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您如何来去和 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企业 来进行竞争 来进行共存 台达其实在大陆 我刚刚讲15个percent 也有一点多个billion 也有十几亿美金的这个营收 那主要最大的一块 是在电源跟工业自动化 我们客户 其实对我们都蛮了解的 我们的产品的品质 整个的这个信赖性 能源效率的转换 都是客户很依赖 那另外微电网这一块 可能是我们在大陆 我们觉得有非常有机会的 微电网 包含风力发电 包含太阳能发电 还有区域这个储能 这些甚至于电动车这一块 这边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边 能够有更大的一些突破 而且这一边 整个市场的 有很多新的技术 还有整个应用的方式 刚好都在改变 它要变成是物联网的 我们在这些方面 我们都具备了一些能力 这个能力肯定来自于研发 对不对 从制造变服务 从硬体变成软体 这就需要大量的研发 那我不知道台达在研发方面 可以这个每一年投入多少 以往我们大概平均 大概都在五六个percent 那现在去年今年的话 都已经到七个percent 所以在电子行业 我们的研发这边的投入 算是很高的 非常高的 从职业经理人改为家族成员接班 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父亲那边 他已经其实已经看中 几位专业经理人 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接 节能环保爱地球 做工艺的难点和痛点 到底在哪 本身节电就是一个蛮辛苦的事 每一年有好多的专爱 然后做出来最后 还要被罚钱 成本还更高 中国经营者 专访台达集团 首席执行官郑平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台达集团首席执行官郑平 其父郑崇华本意将企业 传于职业经理人掌管 最终却缘和由长子郑平接班 面对节能环保爱地球的企业愿景 郑平将为社会交出一份 怎样的答卷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接班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据说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郑老先生考虑接班的时候 最开始考虑的是用职业经理人 后来又为什么会 转到重新考虑家族成员 这个过程其实蛮蛮曲折的 我们其实都原来都定好了是谁 就是在我父亲那边 他已经看中了几位专业经理人 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接 不愿意接 他们不愿意接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们都五十几岁了 那真正在做下去五年 顶多做两任三任 他们觉得说公司在转型的 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要看得远一点 那他们的时间可能不够 所以那时候他们主要几个 这个经营团队就 执行我来做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没有准备做这个 那最后大家说 你要出来做 那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做 我们可以给你 来帮忙你来做 那在您的这个接班的过程当中 您的父亲在从您 开始担任执行长的过程当中 他在集团又担任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他就是荣誉董事长 那当然董事会这边是 不过他是每天还是按时来上班 他每天还是来上班 对他现在83岁了 他还是每天都要上班 那很多事情他都要管 当然他不会管到细节 不过结果是一定要管的 那我接着问一下 您跟父亲沟通 是在公司层面沟通 还是回家在吃饭 不能回家吃饭沟通 那就连饭都不用吃了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在公司里面谈 甚至于有的时候要抓着这些资深的 跟着你一块去 一起来谈 他才会比较放心 因为这些资深的员工以前也是他带的 他就晓得大家的credit 因为我在他心目里面 一不懂技术 二不懂客户 那operation 他觉得operation 这个我很强 那我就要找技术的人 要找这个事业单位的人 就找他们一起来谈 那他就会比较放心一点 大家对于郑总 包括您所在的这个集团 在这个CSR领域当中的这个付出 其实是一直非常非常的认可的 而且在台湾媒体是将这个郑春华先生 称为台湾环保的第一企业长 绿色环保安地球这样一个理念 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集团的这个价值观 集团的愿景 怎么去把这样一个理念贯彻到 公司的日常的经营 日常的实践当中呢 我父亲每次都在讲说 他那个时候其实公司很小的时候 70年代台湾刚好在发展的时候 不管是生活条件工业的发展 其实就缺电 那时候的这个电源转换效率很低 那个时候大概都是五六十个percent 原来我们认为说 这边可以节省很多能源 那从产品的节能一直发展到这几年 我想08、09 我们的这个像电源供应器的话 这个能源转换已经到了90个percent 太阳的那个光伏发电的那个转换器 我们的能效做到98.5 这个个别的这个产品的能效 已经很高了 可是在看系统 在看整个的方案 这里面的能源其实还是很浪费的 像我们做建筑节能 一样啊 像光是LED灯比传统的灯 就已经节省了50%的这个能效了 如果你再加上这个sensor 去控制说 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要多亮 或者没有人 那你走了 它就自己关了嘛 有一些sensor 这些控制的技术 可以再节省50%的电力 所以这东西怎么去平衡 把它调控好 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 其实CSR已经成为了 台达的DNA的一部分 我听说其实郑老先生 包括您本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 也在践行这个节能环保 据说台湾的第一辆 这个新能源车 叫这个丰田的新能源车 普瑞斯 普瑞斯 就是郑老先生购买的 而且那个时候很早嘛 台湾没有这个 Hybrid车的这个法规 所以那个车还在那个 我记得还在那个车检中心 待了好久 在订这个规范 因为我们那第一台车 当时郑老先生为什么要把这辆车给买回来 对啊 因为一个Hybrid的车 这个能耗就是用油量 它可以几乎省50%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 这个都是一定要去试的 所以他自己就先买嘛 买来试 然后再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商业的机会 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啦 就是我们不是盖绿建筑吗 对 其实我们大概04年那个时候就在看 欧洲很多的国家都在推这个绿色建筑 我们在看 然后我们就自己来试 试了以后 一直在盖一直在盖 盖了很多洞 那客户就来说 哇 你们绿建筑盖得那么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盖一洞 那我们又没有这个设计师 我们也没有产品 我们就说没办法 我们可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share给你 所以后来我们也在想说 这个一直在谈绿建筑 可是我们没有生意可以做 那也不行 所以后来就发展了所谓智能建筑这一块 我记得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调到大陆来嘛 大陆这边发展的 很多还是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些概念 我们的工厂去申请了这个店的电容量 你那个店没有用完是要罚钱的 那可是我们里面是每一年要节店 所以节了店被罚钱 那大家就在想 那这样到底该不该节 本身节店就是一个蛮辛苦的事 每一年有好多的专案 然后做出来最后 还要被罚钱 成本还更高 对 我父亲那个时候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要做 有困难也得做 我觉得就是从这里面学很多东西 就是一直坚持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跟企业的这个理念 这些文化不能够妥协 你必须要能够坚持 然后去沟通 去想办法找到突破点 其实这些年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一些 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污染的 生产型的这些企业工厂 其实也在进行整顿 关停了也很多 台大这方面有没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做这电子行业其实没有太多高污染的东西 唯一的就是用电量很高 在09年那个时候 我们100万美金的产值 要用84000度的电 我们有定个目标 五年 我们要把电力密集度要提升一倍 14年我们真的做到了每百万美金 4万2000度 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之前的表现还可以 可是现在说实在我们有从15年以后 又定了一个目标 后面的五年要再想办法结30 可是现在就很困难了 那不过我们把这个原来在电的节能这边 把它扩展到节水 把它扩展到减费 那我觉得企业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为了赚钱 然后把环境搞得乱七八糟 这个赚钱 然后环境要越来越好 那最后我们请两位我们的特约观察员 也为我们今天的整场的这个对话 来做一个总结 任务教授您先来 那我觉得台达这个公司 给我们有很多借鉴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它在转型的时候 怎么转型 那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借鉴的 就是传承的过程当中 传承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认为传承 我只要把股权传给它了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郑总就是很好的例子 它在台达服务了20多年 才开始接班 最后一个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它是一个战略 因为你这个企业的存在 使得这个企业的员工更加幸福了 这个社会更加幸福了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CSR 谢谢瑞萌教授 吴老师 我想今天的这个学习非常受益 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 实实在在地做实事 我们不求得很高 但是我们愿景很远 但是每一个步 我们都是走得踏踏实实 非常非常地感谢今天郑总 谢谢我们的两位观察员 非常精彩的点评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 中国经营者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